封建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 在诸多方面均有明确表现 男子不但可以光明正大的拥有三妻四妾 还能随心所欲的留连于青楼九四 甚至续养外宅 而女性不但要严格遵从三从四德 对夫君要绝对保证从一而中外 甚至在生理需求上也有着明确的年龄限制 传统的伦理道德明确规定 女性年过五十岁就不能再拥有床子之乐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清朝将这一传统约束发扬光大 并严格施行于后宫非嫔中 那为何年过五十岁就没有了侍寝机会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史料未及 分水岭 对于清朝后宫非嫔而言 五十岁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 具体而言呢 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约束 第一 先朝太妃太嫔与四皇帝 年皆于五十 乃使得相见 第二 后宫非嫔年于五十 竟是房彻律头牌 皇帝宠幸之恩方旨 再美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后宫非嫔们也不例外 岁月是把杀猪刀 任你当初有再好的容颜 清国清城迷倒了一片天 可遇到他也只能眼睁睁地望着镜中的自己容颜不在 如果光是这倒也算不得什么最坏的事情 可作为非嫔的你 没了容颜 没了年轻 皇帝多半是不会再喜欢你的 更不会让年老的你去给他侍寝 你只是个过气的非嫔罢了 后宫里比你年轻貌美的还多得多 选他们不香吗 因此五十岁以后的非嫔一般都不是秦 但除了年老色衰之外 还有着不少现实的原因 前朝非嫔年过五十岁才能与新皇相见 容易理解 毕竟在前朝非嫔中 年轻貌美正值当年的非嫔不在少数 万一新皇看中了这些名义上的庶母 必然会严重损伤皇家颜面 有爱皇帝的正面形象 甚至会成为天下人的笑柄 徒有骂名于后世 可皇帝的后宫妃 为何年过五十岁 就必须撤去绿头牌 取消侍寝机会呢 因为五十岁以后啊 后宫妃嫔便逐渐年老色衰 只会让皇帝感到厌烦 别忘了 这些娇生惯养 锦衣玉食的后宫娘娘们 脸上轻易不会留下岁月的痕迹 再用上名贵的胭脂花粉 名贵的珠宝首饰 五十岁以后的后宫妃嫔 仍然是风韵犹存成熟迷人 再说了 就算是后宫妃嫔年老色衰 会让皇帝生出厌烦之情 但绿头牌撤不撤是一回事 皇帝翻不翻牌子 又是另一回事 高龄产妇风险大 五十岁以后不再世寝的规定 并非年老色衰之有 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考虑 首先一个原因 就是有效避免高龄产妇的生育风险 清朝时期呢 后宫妃嫔的主要选择方式 有八旗选秀 每三年举行一次 宫女的选择方式 有内巫府选秀 更是每年举行一次 也就是说 只要皇帝愿意 后宫妃嫔队伍就会一直在扩大 并不受皇帝年龄增长而限制 比如 乾隆皇帝八十五岁上位以后 嘉庆皇帝依然为其举行了选秀 精心选择了几位貌美的妃嫔伺候 如此背景之下 如果高龄后宫妃嫔 还能被皇帝翻牌子 选择侍秦 就说明 这位妃嫔必然急得皇帝恩宠 圣宠之下 难免会身怀有孕 可这来之不易的宠幸 却会为高龄产妇带来足可以要命的巨大风险 高龄产妇容易造成难产或者产后大出血 在医疗条件非常落后 医疗资源极为匮乏的清朝时期 难产和大出血 基本能够宣告产妇难产而亡的命运 为了降低这种对高龄妃嫔的伤害 才有了50岁以后不再侍寝的特殊规定 制约后宫的权利 第二个原因就是制约受宠妃子的权利 间接督促皇帝对后宫妃嫔的羽露君瞻 对于清朝皇帝而言 纳取后宫妃嫔 从来都不是一件随心所欲的私事 而是一件关乎前朝势力平衡 进而影响皇权稳固的国家大事 同样 皇帝必须做到对后宫妃嫔的羽露君瞻 恩宠平等 才能保证后宫的安稳 保证外戚家族对皇权的拥护 高龄妃嫔因为资格老 贡献大 尤其是生育皇嗣多 本来就会被皇帝高看一眼 给予各方面的特殊照顾 如果再允许他们拥有侍寝权利 皇帝的恩宠必然更胜 后宫的平衡生态势必会被慢慢打破 50岁以后的后宫妃嫔 有着年老色衰的弊端 但皇帝还会时常找这些更贴心 更成熟的旧伴侣谈心说话 如此一来 皇帝必然会忽略那些新晋妃嫔 甚至会引得前朝势力失衡 进而威胁到皇权稳固 所以禁止50岁以后的妃嫔侍寝 就能迫使皇帝选择另外的妃嫔 保证后宫妃嫔的良性更新和平衡状态 清朝的组织规定了后宫不能干政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清廷是很重视的 当时无论是多么受宠的妃子 只要过了50岁 便不能再经常见到皇帝 所以就算他从前积累了许多势力 等到年纪稍大 这些势力便立即荡然无存 这一规定也有效地遏制了 许多妃子的野心 从而成功地加强了中央集权 保证皇寺的繁育 最后充分保证皇帝的播种有效率 根据《清史稿后妃列传》的记载 清朝皇帝可以拥有皇后一 皇贵妃一 贵妃二 妃四 贫六 贵人 常在 达英无定数 也就是说 如果皇帝愿意 后宫妃嫔队伍可以无限扩大 而皇帝仅有一人 在有限的经历条件下 既要充分保证能正常处理繁杂的日常政务 还要绝对保证皇寺的繁育江山的传承 除此之外 充分吸取了前朝灭国之音的清朝 还有着诸多预防皇帝因沉迷后宫而耽误政务的规定 机构 也就是说 清朝皇帝用在后宫妃嫔身上的时间是有限的 而且受其自身经历的严重限制 如何能在有限的时间里 有限的经历下 绝对保证皇寺的繁茂 提高年轻义运妃嫔的侍寝频率 减少高龄妃嫔对皇帝经历时间的占用 才是最合理的安排 后宫妃嫔在50岁以后生育能力下降 侍寝也多为徒劳 不亦有孕 为充分保证皇帝的播种有效率 应该把侍寝的机会 让给年轻义运的妃嫔 才能让皇帝在有限的经历和时间下 生育尽可能多的皇寺 清朝将男尊女卑发展到了极致 不说妃子 就说寻常百姓家的女性 过了50岁 也是不能再生孩子 此时有条件的人就会再娶小妾 小妾超龄后继续娶小妾 由此可见 女性在古代的地位之低 自古以来呢 后宫妃嫔的主要作用 就是为皇帝繁育皇寺 保证皇位传承 江山永固 三宫六院 后宫家里三千人 这种情况在许多皇帝身上 都属于正常现象 因为在他们的眼里 女性就只是用来传承皇家血脉的工具 供皇帝享乐的玩物 这种思想害苦了许许多多的女性 最终在清朝发展到顶峰 所以 一切后宫规定 都应围绕着这项主要工作而定 后宫妃嫔在50岁以后 被取消示尽权利 既是对高龄妃嫔的有效保护 又是皇帝借后宫之力 平衡前朝势力的积极规定 更重要的是 这能迫使皇帝 选择年轻义运的后宫妃嫔 进而提高皇寺的生育频率和数量 但不论如何 尽心服侍皇帝半生的后宫妃嫔 就因为生育能力下降 而被取消接近皇帝的机会 都太过残忍 太过不近人情 只不过这些自入宫便沦为 政治牺牲品和生育工具的后宫妃嫔们 也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 年老以后被合情合理 光明正大的扔在一边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